截至今日 旧金山共有新冠病毒确诊案例1058宗 比昨天增加39宗 留医的有91人 当中28人在家户病房 市长布里德颁布新令 要求市民外出购物 排队或搭乘公共交通等 必须戴口罩或遮住脸部 而与顾客有互动的商户员工 公共服务人员也必须遮住脸部 以减低病毒传播几率 市民外出必须遮住脸部的规定将从今晚午夜及4月18号零点开始生效 不过执法的日期是从4月22号早上8点开始 如果不遵守该命令的市民 可能会面临罚款 监禁 或者以上两样刑罚 卫生官员说 不会强制12岁或以下孩童遮住脸部 尤其2岁以下孩童容易窒息 父母若让3至12岁孩童遮住脸部 可以参考CDC的指引 此外 市民除了外出需遮住脸部 仍要保持社交距离 长洗手 遵守居家抗议令 为方便长者及残障人士在居家抗议期间外出 旧金山交通局发行一张必要出行卡 Essential Trip Card 每个月可以使用两至三次 购买必要出行卡可致电311或网购 另外 今年的420大妈节已取消 当局表示会严格执法 警告民众不要擅自举行派对 旧金山暴力罪案则持续成下降趋势 与一周前相比又下降两成五 4月18号是旧金山1906年大地震周年纪念日 市长布里德以当年旧金山人在大地震后 共同努力重建整个城市的团结精神鼓励市民 应再次团结 战胜疫情 26台记者 梁秋玉采访报道 共同努力重建整个城市的团结 战胜疫情